其實整個鐵道9000路口計畫 這支刀現在其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平均作性的議題跟行動 因為如果待免敵的時候就確定要高架公車 然後底下原油的鐵道跟相關周邊的防設 它可能就是馬上就會要被拆除 所以其實整個進化現在有一點 其實它是一個還蠻大的挑戰 因為它同時面對了台鐵 就是所有選擇所有選擇的台鐵 然後跟相關局處的一些 它需要一些跨局處的思維跟合作 才有才有辦法打從像這麼大一個周邊的一個境況 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 來看大家有沒有有沒有一些 就是比如說一些想法 在聽完這個計畫都有些想法 或是一些疑問 想要提出來 這個最近Google Earth它就是說 是提供大眾也可以使用 你們有使用Google Earth來做這些什麼事情 還沒有 就是請問 就是 就是有看那種 這個階級的改變或畢竟 就是這樣來 就是拿來當作是查目標 那你們 當然有想過說可以用它來做些事情 就是更多像是說監控網路在上面 或一些 因為它有很多塗層那樣子 有想過說用它做一些什麼要特別的事情嗎 其實有想過 想做個宣傳影片 或是說未來這個張相 或也是需要更多的人 遇到 它有包含相關的專業 因為其實我本身並不是相關的專業 對 謝謝 好 我們正常都有遇過模式就是畫分定條 所以既然你剛剛提出了一個 就是想法跟建議 那就是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就是要只能夠一直加分吧 這樣 算了 因為我是想 我是說 因為感覺整個計畫都比較 現在還比較 停留在構想的層面 那如果日後要走進食物的話 是要怎麼樣跟政府方面做聯繫 就是 因為其實當時 這個大概是 兩個禮拜前吧 兩個禮拜前做很多東西 然後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蠻忙的 所以也是需要 大家一起幫忙把這些資料把它拼奏起來 變成一份計畫書之類的東西 然後可以一起去提案啊等等 然後去跟政府溝通 等等 那其實我們也有跟政府有初步的聯繫 那他們現在是比較保守他們 往後的態度 所以我們需要多一點的 就是聲音告訴他們說 是他們或許可以改變他們原本的做法 可以創造更多種的價值 那一方面是希望能夠 就是 不能只是按讚支持跟那個 就是 我們是要真的跳下來 就是一起幫忙把整個計畫 可以寫得更完整 然後包括後續其實 可能接下來過一點後 就會啟動跟 是 各相關局數的一些 的一些對頭 好 好 那還有朋友想要分享想法 或是提問的嗎 就是了解之後發現 跟去年九月工作的一些人物 其實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呃 因為文字處 就是 因為他們的主辦是 東海大學電影師 跟文化部的文字處 其實他們 呃 我後來有收到他們出的書 所以這件事情是 就是有被缺陷 然後整個計畫 其實都非常的 接近 那時候我們也是覺得 呃 文字處是在討論說 台東火車站的 使用的 呃 精神 就是因為他已經是蠕跡了嘛 所以他沒有討論到說 那 呃 救火車站以後 就是當作博物館嘛 裡面就是放一些 什麼火車模型什麼的 那 那時候我們提案是覺得 他如果就是一個 當作一個博物館 就是裡面放展示 那 你不如把 軌道就是直接 就是留下來 就是原地的重現 那就不會像是 他就是個博物館 然後設個咖啡廳 然後大家在那邊喝咖啡 然後看街鐵 這樣子的事情 那時候其實我們提的想法 跟這個其實 就是非常的接近 而且 就是比較 呃 可能比較接近食物 然後也有豬豬 所以其實這方面 我覺得可以去練習 是東海大學 是東海大學嗎 對 東海大學生主席 欸就是這邊的辦公室啊 然後 我就這邊做的嗎 對 對 好 再調解一下 而且他們是文化部文資處 有他們是主辦單位 所以我覺得 延續透過這方面 去跟政府 然後去溝通 是不是更有了 其實目前文資處 算是比較落手的單位 其實各覺處 他們都有不同的 想要主導這件事情 例如像是唐長那種 所以聽說要把它填寥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大人都有點緊張 就是各覺處 其實都有不同的立場 在主導 所以 這也是要各覺處聯繫 所以不一定說 文資處的想法 能夠被得到產品 對 但文資處是 蠻贊成的 做不同的規劃 就是像秘密相關 他們甚至有一個炸彈的想像是說 193000 誰這樣連結過來 現在 一些比較 就是 目前的問題是 例如像是 宿舍的保存 跟餐廓的保存 其實跟地方居民 是有點意見不明的 就是 當地的居民 會覺得說 它是一個城市的阻礙 所以他們會想要 看到新的東西 他們覺得說 反而我們應該是要透過 有新的建設 那 或者是說透過 工業發展 和 3C 科技的發展 才能來動這個 車站的版 所以他們覺得 這些東西 被救了 會反而造成另外的阻礙 所以 可能現在 主要是 這個部分 那還有台中市政府 還有台天 這三個地方 那我們是希望 能夠透過市政府 來主導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 就搭購 這個例子的話 當時是市政府 去跟台天做談判 因為一方面 我們是沒有那個籌碼的 我們沒有任何的主導權 或是說 我們沒有籌碼 能夠順利它 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地方 是台中市 在台中市 而且其實 它這整個東西 就是所謂 綜華民國的產權 是屬於全體人民的 而不是說 他也想怎麼做 就可以怎麼做的 那可是現在市政府 其實是 沒有表態 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還在觀望 那剛才說到當地居民的部分 其實 其實不一定是全部的居民 都反對這件事情 那只是說 可能有一些居民 他們剛好有政治權利 所以他的聲音 是比較容易被聽到的 如果講說當地 我也是當地人 真正的當地人 總是真的 以我這個來看 新的建築 也要有救 但是不能說 你那個倉庫 你還是要保留 我跟你講說 倉庫就像日本宿舍 全台灣的地方 哪幾個 有日本宿舍 可以說全部都有 你要保留 他們日本的味道 是很不錯 但是你不是日本人 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你要有幾部分就好 不要全部 你這個一講 好像看起來 你都是舊的 都留著 就好像 這個醜陋的 你可以倒是一樣留著 不是有好的建築 不要有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好 像那大大百萬 都是一個很醜的部分 如果政府會規劃好 就是弄一個 好像前面那個 綠色的那個 洞的植物 植物以後 你如果不用的話 還可以移到前的地方 弄一個自動噴水 一個很大的布 都是綠色的 台東很美啊 不一定說要 一定要是這一種的 但是這個也要保留 我也是暫停 不是說很不保留 像倉庫 台灣很多啦 連那個什麼 蛇氣水銅啊 日本戰士 那個水銅也要保留啊 為了台北 那個32棵樹 鬧得整個台灣 好像說幹什麼的 所以我不是說 不要環保 我現在是主要做 你可以做一些 好像綠色的建築啊 把那個大攤 那個醜陋的 那個表面啊 它會掉的時候 會把它拿 那個你如果把它固定好 不要把它弄得很 派家的主要是 綠色的建築 以後還能 搬到別的地方 好 原動 你現在不動 先弄一個綠色的建築 喔 台中市整個很大邊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還有火燒的環化 留著那麼多啊 你也有看到 破破爛爛爛的 市政府的那一些數字 也有些 破破爛爛的 那麼多是火肉的東西 你還要再講這些 那一些保留 又又又又又 全部都是不值得 講講實在的 年輕人會來 會 但是來一次也不會來 很多次啦 就像我們鹿港人啊 以前你們都很喜歡到鹿港 看他 看他一下頭子 哪個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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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鬆下去了 我主要的是說 我很贊成你們 佑的 但是也要提前天真 彌補 我們聽得不舒服 你們是講義師 佑的 你們要講心的 就好像說 你們只會破壞 我一件事 我很不贊成 我們要不會破壞的人 也要不會天色的人 這樣子 好 謝謝 剛才講到我們主要是主張緩猜的 不是說全部一位的道理 因為 因為其實新的東西 不用擔心沒有 一定會有 而是舊的東西 它是比較弱勢 沒有被看見 我主張的是說 你們現在兩邊都要有 我主張的是說 你們兩邊都要有 你們都只要講這個品牌 因為其實新的東西 因為其實新的東西還在規劃中 新的東西 講說這個像利文化 好 利文化就是說 更新的建設環保 很棒 是一股 太平舊的 兩位色很漂亮啊 有力 有心 有舊 都有 其實舊倉庫還有滿多其他例子 例如高雄的國二它就是全部整排 藏庫 現在變成熱門的景點 所以其實有很多例子 也不定說東西一定是完全的保留和原狀 因為其實它原本並不是這麼後敗的 所以這其實是可以緩衝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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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全部那裡的時候 全部都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說全部 只是說沒有有效 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是希望先有想像 再進行 如果說那個舱不是這個當地的人的管 所以就聰明 那就不會講說 不要開火車站 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想像 但是你們就說的那個 有些根本不值得保留的 你們都必須要保留 我們有沒有什麼強調 對 對 我再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剛才那個鐵橋的部分 其實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沒有說一定是覺得 低高度 或者說一定要高價度 而是看未來是怎麼會的話 因為其實那個鐵橋的高度 如果說增高的話 是不是未來是允許大陸車強的通過 或是一些特殊工程車 其實就交通運輸等考量的一個管理 那些大型車輛出現在四周期 是有點不合理的 所以應該是我們朝向 如何讓市區裡面沒有這些重工業 或是說重機械的車輛 反正能夠維護在市區裡面的交通安全 其實先前 大概十五年前左右 那個威迦爾旺融卡車撞到 是它是不合法經過那裡的 然後它撞到之後 造成七階車廂飛出去 那時候也有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那個拖翼滑板車 那時候是失控失速 然後衝撞在民生鐵橋 為什麼會衝撞在民生鐵橋 是因為它的主充檔 是唯一從豐源到烏日的主充檔 所以它只能在那裡撞 沒有其他地方的選擇 可是如果未來高架上去 其實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回應一下剛剛的那位先生 拿了很好的質疑 因為這其實可能是很多社會大眾的質疑 當然這些社會大眾 跟今天在場的文青們 可能那表現不會有點不一樣 價值觀會略有差異 但是他們的聲音 我們也是該重視的 那要溝通 那我覺得我可以試著跟他講看看說 為什麼這邊的這些文化工作者 會這麼的強調 要保存這些舊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舊的東西 如果你好好的規劃整理的話 它的價值是遠遠超過新改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有一套很專業的一種 操作的一種方式 然後一種規劃 一種重建的方式 我們稱為一些舊的資產在活化 那現在的疑慮是 現在一般社會大眾的疑慮是在說 那些舊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沒價值 好像很破舊的東西 你幹嘛一定要保留它 但是就好像說 就好像說一個古董 看起來是漲漲 結果就會成一堆 可是為什麼到最後人家 一鑑定出來說 那個是清朝和明朝的 他的身價率會翻了幾千倍 對不對 所以那個原理其實是這個樣子 就是舊東西它的價值 你必須要有一個驗證的程序 然後那個程序 是逐漸的透過知識分子 然後向社會大眾傳播 讓社會大眾能夠理解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價值 最後它會形成一個商業價值 所以不必擔心說 把舊的東西保留下來之後 你就沒有新的商業價值的機會 其實這個體力我覺得完全是不必要的 你舊的東西保存的好的話 然後規劃它的價值會 到最後會遠遠超越 原本的確率把它拆掉 然後隨便蓋一個新的 不怎麼樣的建築物 好 謝謝 那剛剛是不是有 這個是什麼 剛剛是不是還有一位 這個小孩 之前有跟格魯克去鐵工具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台鐵 叫做台鐵跟鐵路改建工程 也是對等的單位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做的那個 那個新的車站 包括那個鐵軌的 只要提跟鐵軌 跟台鐵有關係的各種工程 都是由鐵路改建工程 我們都簡稱鐵工具 他們所謂去做的 然後鐵工具是直屬台鐵嗎 不是 像台鐵是直屬交通部對不對 好 那鐵路改建工程 就是所謂的鐵工具 它也是直屬交通部 所以說他們兩個是對等的 但是也經常出現那個 過渡方面 或是一些鞋卡方面 技術整個方面 還是有很多 大家有落差 好 然後我之前跟格魯克去拜訪 鐵工具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資訊 然後我後來還是要說 哦 原來基電工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個現在在蓋的 那個巨蛋 那個鋼購 還有那個土方工程 你們都已經玩OK了 對不對 可是在後面還有基電工程 那基電工程他到現在都還沒招標 所以說還有得談 在我看來 大家都說好好好 感覺上明年就要好了 事實上 有沒有可能嗎 他們那個招標都還沒 弄不弄不去 然後好 如果招標都會給他OK的時候 然後再招標 然後再去做那個基電工程的那個 那個設計 那我認為三年都 三年 四年 五年都不為過啦 然後所以說 在我看來三年四年 這個這個期間 我覺得我們大家說 都還可以很有 都很棒的討論空間 謝謝 郭同學 其實應該沒有到那麼久的時間 對 因為他們其實會先部分同車 就是在年底的時候 是會先部分先移到上面 然後下面就斷毀 然後做第二期的工程 因為其實車站他會先部分先使用 那另外一半的話 是要把貼櫃拆除成繼續施工 那只是說拆除後 是不是會再移回來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東西 他才能夠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不然他們從想到一步做一步 那你拆掉就來不及 或者說有些東西 沒有設想的夠周全 就會無法挽回 所以剛剛也是回應到說 我們相信有一個想像 或是說一個確實的規劃 再做下一步 不然有什麼拆除的東西 就是被打採了 各位 我想先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計畫 它的立案是很好 那就是我覺得可以在 因為你們已經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線的概念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可能就是 像研究剛剛前兩位先生的話題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概念就是 當你舊的東西呢 如果當人家沒有看到它的價值的時候 它就是沒有價值 一個所謂的東西就是 你在人看到它有價值的時候 它才是屬於有價值的 如果天是黃金 我們認為它不是有價值的東西 它一樣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今天在聽下來之後 就是這個發想是很好 但是少了很多可以讓它更有價值的東西 就是讓它看起來更加有價值 那可能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可能你們還在前期的階段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定義是很好的 那它可以成為一個台中當地的一個 算是示範點 對就是除了像秦梅那個地方 一定可能是一個小生活圈出來 那就像是我覺得在粉車站這附近 它也可以用一個像是 就是其實我覺得做條線 那個概念的話 最主要呢 我們還是要可以融入台中當地的生活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融入當地人的生活 當地人為什麼會不會說 這個東西破破舊舊 這個東西爛 菜 因為那個沒有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對啊 如果你這個東西 像你剛剛有看到那個外國 這是曼卡頓還是紐約的一個 它是鐵道上面鋪成像是曼卡頓的 道路的那個 對啊 如果這個東西做出來呢 是對當地的居民有融入他們的生活 它可以去跑 而不是只有讓外面的觀光客來觀光的話 這個東西才是真正有用 才是融入生活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後續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 再讓你們的企劃更加的有價值一定 對 好 其實今天主要的對象 我是比較算是一般民眾 所以我並沒有去強調每一個的文字價值在哪裡 像是說之前去文化局開會 就要跟文員講說 這棟建成是哪種型建的 它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它可能施工者是誰 就可能會做這個介紹 然後如果今天是比較廣泛性的介紹 就不會針對每一樣東西 做年代或是這些系統的介紹 那我想要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有講到關於融入生活 是剛才的主題也都有講到說 它一些融入生活的一些發想 那只是我在這邊沒有特別的強調 那鐵尾也不是說直接 當然會做一點像是比較能夠親近的文化 然後再來是其實台中車站 因為我們像融化台中車站 大概是十幾年前 一群人的推動才留下來 是當時的牌子要被拆除 而且是從基隆一路往直拆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也都是 我們需要慢慢的學習 或者說慢慢的改變的 這樣子 所以就是或許我們也是有些盲點 或是有些不同的價值觀 也是需要做一點調整 那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當初團隊在一起 就是協力這一個計畫的時候 都會有時候都會笑 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樣一個計畫 不是應該是公部門 或是市政部團隊 應該要為公共或是公民社會留下來的一個 既然它是一個這麼 就有公共心目的歷史文化 是一個城市的根本 那為什麼不是有公部門 他來主導或拔起這件事情 反而是就是一群可能同時 還要升級很多 比如說學生身份啊 或是其他的正職身份的人 在用很多就是 其他也有業餘的時間 在做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我覺得其實可以曉曉分享一下 我覺得 那既然現在有 我們就是民間一起來發起這個計畫 我們就 我覺得可能長久 整個台灣社會底下 我們都會期待是 別人要來做這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我們可能都會習慣 對於人家已經既有幾乎 來的一個計畫 我可能去評論它 或是我覺得 喔好啊不錯啊 然後給一點掌聲 或我覺得它哪裡不好啊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們可能長久以來 也都會覺得 不相信是市政部團隊 我們就是會習慣說 OPP是政府 可能這裡做不好 但要怎樣做得更好 可能你們就會習慣 好像拋回給說 喔那這是你們 你們要去處理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今天在這邊 就是分享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覺得最重要的目的 其實是希望 讓大家 就剛才一直講嘛 捲起瘦子 或是要跟自己跳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其實是期待就是 這樣的一個計畫 能夠有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跳進這個坑裡 然後不要讓我們在坑裡 覺得那麼孤單這樣 然後就一起去想說 欸那接下來 如果我們都認為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想要保留它 我希望它能夠融合 包含居民的意見 想法 然後包含同時 跟這個城市有其他的連結 同時它也可以達到 新舊混合跟再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可以主座 就是我們可以主座 而不是 欸你們主座這樣 對我們期待是 是這樣子來 就拋一個這樣的一集 然後大家一起來發想 好所以還是 歡迎大家來跳坑這樣子 對 然後那還有沒有人 有想要發表一些想法 或是問題的 要不要不要 大家好 那個就是我還滿認同 剛剛有事人講的 就是其實 那社會不缺乏處於這份的人 對 因為其實我一路一樣 因為我還剛禮拜學 就是退國 所以還沒進到幾場 所以像我聽過禮拜學的講報 他們在講的就是 他們在中間做起來 可以帶動周邊多少商品 帶動周邊多少貨 對 大概配預期的政府 他在講才新的東西 帶動周邊怎麼樣 那我來類似這一張的 跟講的就是 舊的東西保存之後 再去就是那個 文資在裸化的這種步驟 可以帶來什麼 但是我其實到現在 似乎沒有想過一個是 真的是把新舊整理 來一起的這種的 這一種討論 就是這種會議上的討論 然後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其實 到現在其實 可能因為在學校 所以就是比較印象 就是其實大家都會說 就是 我們應該要做啊 做到什麼程度啊 那每人都不會做 但是那個是路 就是要跑走啊 一講一講 可是很簡單就是 要讓它有價值 但是 這個其實如果像我自己的話 那你跟他講他就覺得 你都用這個 講就會沒感覺 可是會有 都會有很簡單的就是 我能存到多少價值 但是價值這個是很通販的一個詞 或者我們東路神 在地區裡面的生活 我也會覺得很通販 就像因為其實像 在中區讓我推大吉 就是我小時候都在中區 這點道光 店員跑來跑去 因為以前媽媽在這邊工作 那晚上下班就是只能看電影 可是其實像這個 對我來說是有意義 或者這樣子 但或許會給他來說是很挑戰 對 所以這種我覺得其實 有時候很常 那種討論發話 都會流行就是 好像我覺得很 離開學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 參加科技一些這種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接觸的 就是比較政府部門的演講 他在這邊接觸的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 好像永遠都是在承平的兩段 對 然後而且還有第三個 就是我會觀察到一些 像台灣人的習慣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人 但是就像永遠 或許他有計畫先走很久 但是他直到 要拆那幾棵樹之前 然後我們才會出 比方說我們才會 但那個湯症的效果才會出發 跟媒體哪裡關係 所以常常如果站在我們 做我們整個禮場 或我們在圍地裡面 或我們在工地裡面 做的鑰匙鑰匙 你們在外面也看這個鑰匙鑰匙 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會陷入這種問題 而沒辦法在計畫接關的時候 我就去 對 待會兒你回過頭來講 而且他們去處理 美麗 跟我們講話 有自己這種程度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常常會陷入這種 兩段 然後就變成互相一直 十分來反射 所以我一直 我一直對這種 一直有一個興趣的這樣 因為我自己 剛好是學比較 念那種比較開發的歌曲 對啊 所以 就堂木 堂木 對啊 堂木 所以以後就是給電子 也是去做這一切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那天我會 對啊 所以我自己去工作的時候 我心裡有點增長 對啊 對 好 對 OK 謝謝 謝謝 之前有個朋友也談到說 關於台灣這樣的狀況 有可能是因為 有些資訊是不夠透明被看的 然後 哪裡要使用都行 居民不一定會知道 等下看到的時候 就第一個牌子 已經大概的展現出來 呃 就沒有 有個好產生的機會 這也可能是台灣比較缺乏的 那個東西 謝謝 謝謝 我分享一個想法 我今年過年的時候去嘉義 去嘉義哪裡 那個阿里扇的那個 北本車站旁邊的宿舍區 那個宿舍區是全塊建築的 它是一整個區 很大的區 大概有兩三公斤 然後它已經修復完成 好 修復到它原來的樣子 然後呢 照標出去 那麼開發成那種 所謂的文創商店 那我去的時候 我發現 那個文創商店 很多人很多 好像說打到商業上的目的 可是我覺得 心裡是很空虛的 空虛什麼的 這一個 這個宿舍區 他取的一個名字叫做 快木村 那快木村跟阿里山生的體育 脫節了 好 所謂的脫節就是 這個快木村 他鑽他 他做他的生意 聲音做得很大 可是他本身的價值 跟阿里山生的體育 已經脫節了 所以這個我感覺到說 我好像去到一個就是父母的百貨公司而已 並沒有感受到說 這個跟阿里山生的體育產生什麼連結 但是在幾年前我到日本的時候 我去看那個梅翔路的那個鐵道路 扇形的體育物館 它就是 它其實它可以當成一張化扇形的策書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指標 很多東西留下來 留下來的是他的 除了他的歷史進程之外 讓人 讓後面的人去瞭解他過去是怎麼發展 那現在的人呢 那不是他 他過去生活的那個年代跟他產生什麼關聯 而是他生活的這個地方 過去曾經有那一段輝煌的歷史 然後到現在會讓他覺得說 我們就是因為從過去那個年代發展到現在 才有現在所享受的這一切 所以這個價值就是在台灣 你保存了很多東西 然後卻完全感受不到 然後台北機場就 就像一個人你把他分製的頭 砍掉的時候砍掉就砍掉 一個明明很完整的東西 但是他就是把它分成四分之一 所以回過頭來 台中鐵道這個 我覺得我們要很清楚的是 我們除了鐵路本身要保存的車站月台 還有跟它相關的一些宿舍啦 倉庫啦 或者是湯匙的那個什麼 灰色等等 我們要找到說 從鐵路這個立場來講 到底要保存哪些東西 有哪些點是跟這個台中車站本身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後這些點連接起來以後呢 再來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案子 就是說我們需要 就是這些東西要把它保留 保留下來以後需要用什麼樣的架構 其實我談的這個概念 並不是一個實際上的操作問題 它是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需要什麼東西要做出什麼東西 要給人家感受到這個計畫 它要呈現的是什麼 然後才來去談說 我們這些點跟他們真的價值 謝謝 謝謝 opo 對 所以 所以這也是剛才講到 就是呼應到說 我們要先有整體的考量 再去做規劃 因為現在往往政府比較是 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就先解決這個問題 看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他就不知道說 這兩個問題之間其實是有關聯的 或者說這東西是怎麼互動的 那如果說先解決這個 或許就喪失了另外一個機會 所以也不是說這個問題不能解決 或是說這個問題的處理 而是或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可以讓這整個東西有更好的機會 大概是這樣子 最後還剩下一些時間 那也沒有問題 那好 因為我已經在律船的坑底了 所以 對 然後 因為說我們現在律船 現在在做我覺得我們也比較 稍微比較缺乏一點 就是也是跟在職人的領域 雖然我們有優勢 但是我還是覺得在業人還小 然後我覺得現在也到這個宿舍寶床 問題因為那些人有去保守貴 其實我可以聽到 雖然大家都情緒有點自動 但是還是有聽到像居民他們就會說 為什麼20號常住那一排 那邊都要保留 因為那邊都那麼髒 這麼亂 然後沒有人來管理 然後他們如果有藝術家經濟的時候 或者是辦公室的時候很潮 或者是裝潢的時候很醜 那都沒有顧慮到他們的生活 那我覺得這也其實是他們最反對的原因 就是那個東西跟他們生活沒有關係 那如果沒有關係 他們就覺得 我就討厭他 反正都沒有關係 那這我覺得他們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為什麼常常很多工程都做下去 但是我們民眾來不及防疫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個 真的是自己的家裡一部的概念 就是我覺得這樣在場的人 你不一定說 也許你很遠 你沒有空來來 你就是這邊種的鐵道 我幫他走也行 可是我覺得你需要關注你的家 那裡八三小時 你要在那邊就武裝好自己 真的就是武裝好自己 就是要找到在地的人 然後回到這個土地的連結 然後你們已經事先對你們自己的家 又規劃了 你就趕外面的人來對你做什麼 對阿 就是為什麼你現在想要做濾川 當然現在也不太在本地 就是 就是也希望大家回去想一想 然後就是讓回應一下 就是關於濾川 因為剛剛也有講到 那個 酒廠後面那一塊 就是說 後面那一塊其實很漂亮 那也是秘境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但是去看的一個前提 就是希望大家保持得安靜的開 因為那裡是一個公宅區 那裡非常漂亮 那邊的樹都還是舊主 像我們現在濾川前面這裡是 後來就是重新花園時期 就是重新收港圖 那邊是舊的樹都很大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工房樹 跟那個鐵 那個蠻乾淨 可未定的那個狀態 然後大家很安靜 那我一直記得那個時候 濾川工房開會的時候 一本書店 一本書店就在那個地方 那老闆娘是非常強調的電視 所以就是他想要保持這樣好好的生活的價值 他不希望太多的人來 可以來 但是希望大家是欣賞他們在那裡生活的樣子 他們覺得那是他們的驕傲 那我們為什麼一定什麼東西想要發展 就是想到一定要有人一定要有錢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生活的方式 就是利益為人呢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就不會有這麼多奇怪的開發 然後我們每天都跟我們擋住 可能擋住玩類的鑰匙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 從你自己家裡面鎖起來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來跳得遠坑的話 對 就大概自我一點回 那就是希望說就是 到底有什麼方法我們可以就是喚醒 譬如說後在那邊居民比較反對 那我們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從那邊 集結一點力量 那因為我們的後順 不是說我們就自己去達人是政府這條線 因為怎麼很費 就是我們轉接力量的線 那我剛才提到後站人 剛才提到後站人 拜託就是大家幫忙 就是回家盡量宣傳 然後 就是大家一起一起 然後補充一下 就是 今天我們當初也有討論過說 呃 我們可能就直接組成一個 書結或是藝術工作團 然後就直接認知法性的到 然後那些 你現在已經被顯示的 呃 藏庫或是 呃 宿舍 就是至少把那邊的環境維護 因為其實那邊現在已經有點變成是 自然的 呃 腳壁是不是會看到針頭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對 其實也有想說 我講的一個 組成這樣一個 用比較藝術或是文化 然後 你把那個空間變明亮 變乾淨的時候 然後 就是他慢慢的一樣回到港獎文化成功 對 還是 還是要請大家跳舞吧 這樣子 大家晚安 就是 呃我本來應該前面這位朋友講 我就不用講了 因為我剛剛聽了我有點懂 就覺得 大家好像有很多的慣慌 可是 這個計畫現在就是還在 還是希望就是先緩拆忙 然後大家再想一想接下來要怎麼做 然後我必須說我 我不是道地台中人 嗯 但是我現在在這裡生活 所以晚上來這裡的心情是 嗯 對於自己居住的城市 就無論如何都想要多了解一定 是這種心情 那所以 來了之後我 嗯 其實我太動人了 那 我昨天才在 才在我們的那個鐵路目道 就是跟小孩一起騎單車 然後再回憶那個 就是 就是乾淨 夏天的時候乾淨收成 然後經過車上的 經過馬路的時候 馬路上會有一個甜甜的味道 所以我剛剛看到一個軸線上說 事先有就是 嗯 甘蔗的那個 甘蔗廠 然後車站 然後再到後面酒廠 跟老送體 那那個線 那個對我來說 就是已經是一個面的 不只是點跟線而已 那為什麼 我突然很清醒我自己店歷史 所以 然後我想要先回憶一點 就是我剛剛想好多 就是剛剛講說倉庫很多啊 但沒有錯啊 家裡很多啊 但是你家最正貨 因為那是你獨一無二的家 裡頭的版社 裡頭的回憶那都不一樣 就像你在台中車站的感受 可能跟我不一樣 因為你在台中車站 也許有接過什麼重要他人 所以你對車站的回憶是怎麼樣 那我的回憶就是 我在台中車 台東車站的時候 被我爸媽接送的感覺 那那個回憶是 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倉庫是台中的人的倉庫啊 那如果你說到就地史來 然後剛剛說 你好像覺得這件事情 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沒有什麼關係 那就像我作為一個在地人 那你就跟他見地關係啊 好就像我早上就是 就是對我來說 1908或者是講1908 你就沒有什麼印象的話 那是日治時期嗎 明治41年 那中環線同城 所以北從基隆 南從高雄 於是就在台中交會 那我的想像就是 在台中車站之外 那個興盛橋就承載了 一百多年來 那所有人在這個橋上 藍區停留 那個故事 也許有人是來工作的 然後所以我可以想說 他也許走了一段路 然後去什麼第二市場 然後吃完了 因為要吃中式的熱身食餐 開始工作 那那個 就很自然的給我一個想像 是一個很熱鬧的情形 但是我一再說 我不是台中人 所以我其實買很多理由書 然後什麼細胃台中 因為我想要跟他建立關係啊 我想要做在這個城市啊 所以當大家都說 那個過去如何如何啊 未來如何如何 然後你看了其他地方 有很多好像失敗的潛力 那就是現在台中還沒有開始啊 那不如 如果你很擔心的話 那就大家一起來跳坑嘛 就是如果你覺得說 欸我很怕以後做不好 那你進來監督大家嘛 把你的想像就是 去大家一起做 所以就是我不是他們的臥底啊 就是我很想 就是我不是 我剛剛想到就是說 那四個點 然後連接起來的一條線 其實是往整個台中市區的面欸 然後我為此 我還特地買一台腳踏車 就跟我兒子想要在寒暑假的時候 探索所有的台中 這樣然後接下來你說 也許覺得說日治時期還不夠 那你到1949年文正來之後 說有很多眷村的人來啊 也許搞不好有人早上才去那個什麼 中正路吃胃米還什麼的 對啊那一些或者是你去吃湖南味啊 就是這塊土地上承載的 也許最重要的東西其實就是記憶 那你在講一些觀光的東西 或者是有去經營的時候 嗯 你想一下日本一些偉大的城市 不管是京都或者是東京 或如何如何 你為什麼喜歡它 是因為你去那裡是看到高隆嗎 不是你好想認識他們獨特的文化 那排中也有什麼獨特的文化 我就沒有在其他地方喝到麻利湯啊 對啊 或者是你會說 那我就先去陽線茶喝個珍珠奶茶 然後我去哪裡吃一個米雞 就是那個雞的味道 就是其實為了保存嘛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跟排中沒有關係 那你就跟他建立關係啊 所以就是哇 可能大家一跳啊 可能怎麼辦 謝謝 所以今天完全就是跳舞這樣 沒有 就其實除了跳舞之外 還有很多我們需要其他的資源啊 比如說 就是可能 比如說你剛好親親朋友 或是爸爸媽媽在市政府裡面啊 或是比如說鐵工具啊 或是鐵工具之類的 也是可以幫忙欠一下這種欠 我跟你們這樣需要 或是如果就是家裡錢有點多傳眾了 可能接下來可能 可能也會有需要一些就是經費 這樣 對 好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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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宣傳的時候說 有養生大 我剛剛差點忘記 然後也忘記帶東西 我先給大家 剛剛就是聽下來 然後我有兩個想法 一個想法是 呃 我很好奇 就是新舊建築的如何這樣 因為 就是那個車站啊 他旁邊 目前就蓋那個新的 但是人家那個坐地幫你 什麼東西 那 那 我就覺得 就是 就是大家 就是我覺得以我來講 就是台中人 就是 我自己真的轉去台中 然後 我就覺得我真的還沒有準備好 就是接通的東西啊 而且我也是今年 好像去年才知道 這個東西又出現不掉 那 呃 因為 就是那個一個城市 就是隨著 就是會有各個時期的建築嘛 那可能 可能 呃 也許日本時代那個 比如說 呃 街道比較窄 那 現在可能 什麼使用 或者是說 呃 什麼都市政經的議題什麼的 那 就是呃 我感覺不知道 然後 所以 呃 我現在是很好奇說 就是市政府這邊 就是在那個 舊城 呃 新的一個鐵道 新的一個鐵路高架的一個 這樣的規劃 那在舊城 呃 現在那個 呃 呃 就是那個鐵道軸線啊 整個的一個 跟新建築的一個融合的 市政府的一個想像是什麼 我很好奇 然後還有 貴檔會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想像 那 我覺得這部分很重要 就是新舊建築的一個和諧性啊 就是呃 在保留和建造新的工程的建築之後 去 去整個做一個 呃 想像這樣 那 呃 第二個想法是 剛剛那個在地的大哥有提到 就是說那個 舊的那個鐵道說 他的高度 供應的貨車 那我自己是不知道那個 高度有多高 那 呃 因為我有看到那個 文石貴族的那個粉絲頁 說那個日本的 建築師有幫我規劃說 那個鐵道可以把它夾好 讓那個 譬如說那個 過程可以 有辦法通過這樣 那 我是覺得這個 呃 這樣子的一個那個 問題也是一個 需要考量的問題 因為 畢竟那個 我的張塔是很 最重要 或是最重要的一個 運輸一點 那 就是說那個 使用性 還有對當地他們 教導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說 呃 要把保留下來的話 還有其他替代考案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前面沒有聽到 不過我就是大概在聚會的時候 呃 我想要講說 因為我們談了很多的價值 我們談了很多 我們想要的記憶或是價值 可是在另外一邊的人來說 他們要考量的就是利益 以及價格 好 那我們來談利益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來討論兩件事情 一個是公共性 一個是個人的利益 跟公共性的利益 剛剛我們提到的 秦美成品 他的利益 他的職場牆非常的漂亮 遊客非常的多 這是什麼樣的利益 這是私人的利益 這是財團的利益 好 相對的 當我們看到 為什麼秦美成品 這麼漂亮附近的綠圓道 感覺非常的多人 綠地非常的漂亮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台中市一年砍了多少的樹 這是一個矛盾 我們看到秦美成品 他外面做了一個 這麼漂亮的直升牆 可是你回去看看台中市政府 外面用的是玻璃帷幕 一個會讓都市更熱的建築物 那這個都市的發展的思維是什麼 為什麼是落差這麼大的 你在公共性的利益考量上面 跟財團的利益考量上面 這是兩回事 混了混在一起談 如果再講到說 車子或車沒有辦法通過這個 地下道鐵橋的問題 好 那我們也要回來談 到底這台車該不該走這裡 能不能走這裡 我們拉遠一點來談 神剛 我們上個禮拜我們談過 神剛福峻的問題 他那個小農路 他原本設計的 這是農業區要給農車走的路 可是砂石車 拖衣車 拖板車 為了要到另外一桶的工業區 他為了要省下油錢 所以他都走在這裡 走在這條農路上 造成在地區裡可能的危險 那問題是應該把這條路拆掉 拓關 或者是說他這台車本來就不應該走這裡 我們再開談 鐵路高架化 在現在這些要不要保留鐵路的這個 舊鐵路的時間 我們可以回去再問問看說 為什麼鐵路要高架化 為什麼要高架化 它的理由是什麼 告訴我們說 因為前站跟後站可以連結起來 那這樣子的理由的 這個理由的背後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被討論過 也許排中市民也沒有去討論過這樣子的問題 好 我們今天要來談價格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來談理由 我們也可以來談價格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 這個價格 每一個價格 有辦法定到很高的時候 它這個背景完全是來自於它的價值 因為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有價值 所以它才會有相對應的價格去支撐它 難道你可以告訴我說 這支麥克風 跟張惠妹那支麥克風一樣加強嗎 這一定會是一個笑話 沒有人會相信的 所以當然一定會很論不懈 大家來談價值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談價格 但是我們可以告訴他 價格要來自於價值 如果這支麥克風500萬在我的口 我來唱歌跟張惠妹那一唱歌 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 要談價格可以 那我們先把它價格的背後先談清楚 我們才有辦法 在這個討論的基礎上去找出一個共識 而不是一味的告訴我說 因為那樣子比較好 那為什麼比較好 你要來說服我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價格比較高是比較好的 好 那你就 才有辦法來繼續 繼續的往下講說 這件事情應該要怎麼樣一個的收穩 或者是往下繼續討論的空間 好大概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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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是指給顧客 可以回答問題先 所以你最好的選擇 我好像有點忘記 不過剛剛好像其實都複下一個 設施들 知识政府并没有说周边会做怎么样的规划 他们其实就是看到车站要高架 它确保车站要高架的范围 可能没有其他民间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做高架 然后高架到现在的时候才发现说 道路要打通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土地征收也是一个问题 刚才讲到大植物 有可能是盖好之后 那你道路是通不良 不能用 但是车站是盖是不会有阻碍 是可以盖得起来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他们都是 都是走到那里才遇到这个问题 例如像说 诶怎么突然现在说要保存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也没有先了解 或者说先做整个背景的调查 就是台湾这个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 其实跟就是 资讯透明还有公民的讨论去决定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问题的 所以应该是这个东西 或许可以慢慢的健全 而这样的事情可以慢慢减少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如果等一下朋友想要 就是调坑或是这样子 留下孩子的交流的话 对 那就是 可以再会后修计进去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 有讲真大 对 那讲你真的没有带 或者是奖品放在好伴生 就是可以修订这样 好 那我要问问题 就是 庄垂圣小时候是住在 1.铁路宿舍 2.糖厂宿舍 3.酒厂宿舍 是哪一个 然后举手 一个奖品 中斑县 重斑县同车 纪念 纪念 纪念特别制作的 新银河旁 是有探机 跟大部分 这是庄垂圣 小时候是住在 1.铁路宿舍 2.糖厂宿舍 3.酒厂宿舍 庄垂圣 是台中州图书馆的馆长 那他同时好像也是 中央书局的其中一个人 好 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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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会突然 就是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答 是因为就是有一个 是台中旧城文史的一个 竞赛 就是机制问答 那会大概会在3月 或是说之后 之后会在详细公告上的时候 是刚好有一个朋友 然后跟好办 然后跟文史父亲如何 一起想要办的一个活动 这样 然后就大家会去竞赛 然后分等 去说 谁会打到什么品牙 什么这样子 对 我没有想 就没有准备一些 就特别的奖品 这样 好 就请 呃 对 然后如果想要对旧城区 有变身的了解 就是欢迎大家 才会14至15 到一半 就除了 文史父亲组合之外 就是我们还有邀请一些旧城的老店 对 好包含刚刚就是 聚川工房等等 然后这些旧城的 在地的一体团队 或是比如说像 呃 有人做老人关怀的 然后有人是 做大冬播小村 就是开源等等 就是这些一体团队 都会在 十一两天 有一个呈现的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呃 来看下来今天的 就我们频道首先的 这样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